我向宋坚说明了我的愚心,宋坚也主张严密注意板田的行动,我向他建议,他应该身居简出,因为我已经成为疾异暴露的目标,必要的时候,我可以将我探听到,掌握到的一切资料,都告诉他,而由他去继续行事,我则将警方和白起伟吸引处,宋坚十分佩服我的计划。 我休息了一个小时,还和我认识的一家报社中当采访主任的朋友,通了一个电话,问起板田的住所,他一查就查到了,我又知道,这个会是在大学中召开的,可以允许旁听。 我问明了开会的时间地点,便书书唱杨继睡了一觉,我对板田,虽然起了疑惑,但是我仍然不能肯定他是不是送付,我如今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而已,但是有一点关于板田的资料,却值得令我深思。 那位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,板田的确是极有名的生物学家,他有旅行学者之称,因为他几乎一年到头,都周游列国,作为一个生物学家,那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。 令我注意的是,他曾在美国的一家大学教过书,那家大学,却正是红红就读的这间,而且他最常到的地方,乃是泰国,他并没有家室,关于他的士气,连日本警戒,都不十分清楚。 总之,有关板田教授的资料,如果仔细看去,被人以极其朦胧神秘的感觉,我知道那个学者会议开会的时间,才离开酒店,各色各样的跟踪者,竟打五个之多,菲律宾警方,也有便衣人员派出,白起伟仍然化妆为神父,看来年纪甚大,和他在一起的,是一个未曾见过面的中年人。 神编三矮未尝出动,到了会场,冗长的,烦闷的报告,一个接着一个,板田的报告,长达四小时又二十分,看会场中的情形,板田的报告,像是十分精彩,但是我却竭力克制着自己,才未曾令得自己打瞌睡,一连四天。 板田除了出席会议之外,便是在酒店之中,他下榻的那酒店,离我住的酒店,并不十分远,我已设法买通了酒店中的一个逝者,一时将板田的动向,向我报告,在这四天之中,事情成为胶着状态,简直毫无心的发展。 根据报上的消息,会议将在明天结束了,我一再地回想着那天在海关检查事前的情形,我甚至愿意承认自己的眼花。 但是我当时所见的,却又离,的确却是事实,但是,如今的板田,却是板田,而不是他人,因为迂会的学者,有许多和他,都不是第一次见面了。 当晚,我将自己,关在房中,多来多去,门外有人敲门,我道,进来,进来的是那个胖子,我一见他,就笑道,你终于来找我了。 那胖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道,你没有瞒过我,我也瞒不过你,这几天来,你究竟在卖些什么膏药,连日来,我曾经留意过会议旁听其上,那胖子愤怒的表情,我知道什么,单细胞,双细胞,令得他实在受不了,我笑了一笑,正要回答,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却是被我收买了打听板田动静的那是者的声音, 我心中一动,道,什么是,静儿那边的声音很低,我可以不怕被那胖子听道,道,板田教授明天离开马尼拉,我连忙多闭一声,道,他到什么地方去,那面那个,为我收买的酒店侍者道,是到泰销儿岛去,我听了不惊一声,道,那是什么地方,对方的声音,也显得无可奈何,道,我也不知,你是知道的, 我们的国家,由三千多个岛屿组成,我虽是菲律宾人,也无法知道每一个岛屿的名称,我喝第一声,道,好,什么时候,那面的声音道,明天再和你联络,我忙道,好,好,对方收了线,我转过身来说,一个老朋友想请我吃饭,那胖子苦笑了一下,道, 魏先生,如果你有什么发现,请和我们联络,我点了点头,那胖子大概也觉得自己再单下去,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,所以便走了出去,他一走了出去,我立即翻阅电话簿,和马尼拉最大的一家书店联络,问明他们,最详细的菲律宾全图的情形, 据他们说,最详细的菲律宾地图,能够标出岛屿名字的,也只不过二千七百多个,那已经是属于资料性的了,售价非常高昂,我问明了价格,令酒店的逝者,带我去这家书店,将这本地图买来,逝者去了半个小时方时回来,我已经和报馆的那位朋友,通过了电话,他在报馆的资料室中查过,并不知道,太焦儿岛, 在什么地方,他并且告诉我,菲律宾的许多小岛屿,根本就是海中的一块大石,也无所谓名称,有的就算有名称,也是全不同一